各位观众大家好 你喜欢看事故和灾难的影片吗 还是喜欢看专家完美操控重型机械的技能呢 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看的 欢迎收看Top10频道 等一下我们会让大家看到各种难以想象的事件 包括挖土机坠落 冰上滑行 还有在泥巴里面游泳等等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赶快来看看影片吧 虽然把挖土机运到了工地 但却没有办法把这台重型机械从装载平台上卸下来 不过没有必要为了这种小事就请起重基础嘛 因为操作人员只要用自己的工具 就能轻松应付这个问题了 铲斗和铲刀突然变成了独一无二的腿 挖土机小心地从装在平台上下来 就这样小巧的九宝田挖土机一点一点地移动到博油马路上 好了 现在它已经准备好要开挖了 如果你认为不需要坡道 也能够随时顺利装卸的话 那一定要看看这段影片 Cobelco SK380正要从平台下降到地面上 但它的样子显得有点问题 整台机器倒向一边 很幸运的是 只有重型设备翻倒而已 操作人员并没有受什么伤 工作结束之后 该是时候坐上卡车回家了 这种时候也不需要起重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驾轻就熟的挖土机司机可以轻轻松松地爬上卡车 但我们还是要强调 请不要以为一切都会如此顺利 这位无所畏惧的操作员试图爬上卡车 不过以整个状况来看 这项任务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 很显然的 经过一天的辛苦工作 挖土机实在是太操劳了 所以他决定躺下来休息一下 有些人可能会担心操作员的安危 但是他没有受到什么伤 不过他的心情一定很不好 在这段影片当中 有一辆拖车装载着挖土机 拖车的左后轮已经脱离路面了 但挖土机仍然留在原地 这是一种令人惊奇的平衡感 根本就是奇迹 操作员面临着两个选择 是该放弃一切 直接从平台上掉下来 还是小心翼翼地开下来呢 第二个选择似乎是个比较好的考虑 虽然不是完全没遇到问题 但小松挖土机很快地就被开到了路边 虽然不小心撞到了驾驶室 但驾驶室并不是脑袋 还是可以承受的 山越高的话 爬上去的危险性就越大 如果乘坐的是重型机械 更是如此 而且山越高 跌落的距离就会越长 这台挖土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它突然从悬崖上滑落 从足足有15层楼高的地方坠落下去 非常幸运的是 当时操作员不在驾驶座上 司机一派清闲地走在挖土机后面 正在远程控制这台机器 而这项任务最后是以失败告终了 也许挖土机操作员 是想让老板帮他买一台新的挖土机 才牺牲掉了这台旧的机器 各位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不知道这台挖土机 到底是用什么方法爬到那么高的地方的 但现在它必须要想办法从根草堆上下来 它能依靠的也只有几排堆高的轮胎和运气 如果你从未见过弹跳床上的挖掘机 那一定要看看这段影片 绝对会让你大开眼界 跳跃 以这样的技术和体重很难指望能够获得奥运奖牌 但他却毫发无伤地通过了比赛 在这段影片里面 一名操作员驾驶挖土机冲下陡峭的山峰 展现出了终极的技巧和勇气 缠陡是唯一可以用来刹车的工具 但它似乎也能让挖土机在下降到峡谷的同时停留在斜坡上 诺福克南方铁路的格雷格森街立脚桥有很多的绰号 它被称为开灌气桥格雷格森街断头台 或者简称11英尺八桥 这座桥之所以这么出名 是因为它实在是太低了 所以常常发生意外 举个例子来说 2019年10月3日 一辆拖车在运输小型挖土机的时候 币架不小心撞上了防撞梁 顺便提一下 横梁特意被气成亮橙色 目的是让每个人都可以注意到 这应该是个好主意对吧 但是很显然的 这样还不够 这是自2008年以来 第148起汽车与桥梁相撞的事故 当然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2月20日 风暴富兰克林登陆的时候 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糟糕了 导致英国利磁地区 发生了严重的洪水灾情 冲毁了装载挖土机 和其他重型设备的平台 尽管工人们竭尽全力地想要挽救 但平台还是被爱尔河冲走了 最糟糕的是 后来还冲撞上了桥梁 减轻额外体重 值得就是这样的状况吧 对了 无视一身轻的平台 继续随着水流飘走 但它一定又撞上了什么东西 如果你刚好知道这个平台的最新情况 请在留言板中告诉我们 喜欢甩尾的人经常会进入充满结冰的地区 并从故意打滑的汽车中获得刺激感 但与这台挖土机Sani的甩尾相比 其他根本就是小孩子的家家酒 操作人员熟练地控制着挖土机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整个动作干净利落 但对于这台挖土机操作员来说 情况却并非如此 司机试图要控制整个局面 但没有办法应付结冰的道路 最后他驾驶的力泊942 掉进了沟渠里面 当拖拉机和其他履带式重型设备 从一个地点移动到另一个地点时 并不是走在铺好的道路上 而是由专门的牵引车或拖车 执行这项工作 这种方式比较便宜 更快也更安全 当然这建立在操作员 能够毫无问题地爬上拖车的前提之下 这个古怪的俄罗斯人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和拖拉机从平台上一起掉了下来 要用什么方法 才能在不损坏道路的情况下离开呢 如果你是骑自行车的话 可能永远不会想到这些问题吧 然而挖土机是城市丛林中的一头大象 所以如果要移动一边履带的话 也必须移动另一边 并小心翼翼地跨过道路边缘 一旦离开道路之后 约翰迪尔就会做他最擅长的事情 那就是挖掘 并不是每台重型机器都能顺利地从拖车中下来 在湿滑的斜坡上常常会出现意外 在俄罗斯的某个地方 很显然的有人认为他们可以欺骗物理定律 但重力是残酷的 推土机突然后退并明显地改变了重心 因此他们必须要大幅地移动腿部 才能够追上卡车 很多人在小时候都有跌到泥巴里的经验吧 虽然这台CAT会想起童年的愉快记忆 决定要泡在泥巴里 不过它不幸地被卡住了 很快的 另一台挖土机也前来帮忙 但看起来这台日立挖土机也想一起在泥巴里玩耍 现在现场人员必须要挖掘部分道路 并救援昂贵的重型设备 这种做法看起来还挺花钱的 请大家看一下这两台JCB挖土机 他们正在协力合作 用缠斗将巨大的岩石堆在一起 石头看起来快要塌下来了 最后是真的落了下来 但似乎是往不同的方向 这算是失败吗 或者这样反而是好的状况呢 各位有什么想法呢 即使在地面上工作 也不要忘记偶尔抬头看看天空 这么做的原因并不是云朵很漂亮 而是因为空中常常会有电线 这些东西可能会导致一些后果 看吧 电线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冒出火花 会不会是因为挖土机接触到电线呢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大家觉得是什么情况呢 请在留言板分享你的猜测 2017年土耳其西北部的迪茨节省当局 决定要把梅伦河打造成热门的旅游景点 这条河川有潜力可以成为泛州爱好者 和其他度假人士的绝佳去处 然而在招揽游客之前 必须要先将河流本身清理好才行 因此伊尔玛茨·阿利凯 乘坐着水路两用挖掘机执行了这项任务 一介似乎都照着计划进行 不过挖土机在某个时刻突然失去了平衡 开始向侧面倾斜 最终侧翻倒下 操作员的反应非常迅速 立刻趁势从驾驶座上逃了出来 正如各位所看到的 时机非常完美 因为挖土机并不会一直停在那里不动 如果大家知道 在水上走桶子有多困难的话 一定会深深地同情伊尔玛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伊尔玛茨的挖土机真的变成了桶子 它必须要快速地到处移动 才能避免掉进水里 而且它身上竟然没有湿掉 这真的是令人惊叹的运动天赋 这个事件也成为了最佳的宣传手法 现在游客可以在梅伦河上享受泛舟的乐趣了 以上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希望大家都喜欢今天的介绍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请在留言板写下你的想法 并将影片分享到社交网站上 先在此感谢大家的帮忙 往后也要定期来本频道观看新的影片 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次的影片吧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